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凤凰美洲快讯 我是孟茹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跟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会晤 蓬佩奥表示 尽管两国在某些领域存在分歧 但也有一些符合双方共同利益可以开展合作的空间 造福两国人民 更多的新闻内容是 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4号在俄罗斯南部城市索契 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后 共同见记者 在回答关于波斯湾局势的问题时 蓬佩奥再度警告伊朗 如果美国利益受到攻击将语语回应 在委内瑞拉问题上 蓬佩奥不讳言 跟俄罗斯存在分歧 蓬佩奥表示 美国及超过50个国家都认为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给人民带来苦难 必须下台 希望俄罗斯停止支持马杜罗政权 拉夫罗夫则表示 委内瑞拉的未来 应该由委内瑞拉人民决定 希望各方展开对话 另外 蓬佩奥向拉夫罗夫表明 不能容忍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行为重演 警告俄方如果计划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 将严重危害两国关系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 美国与中国只是发生了小争吵 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不同寻常 特朗普认为中美贸易完全可能达成协议 特朗普在白宫表示 美国经济各项指标都非常强劲 目前美国的经济表现超过历史任何时期 他认为中美之间最终将会取得好的结果 中美贸易协议也完全可能达成 但必须是有利于美国的协议 纽约市长白思豪 周一在纽约特朗普大楼的大堂举行集会时表示 由于特朗普大楼碳排放超标 计划从2030年起对特朗普集团 处以每年210万美元的罚款 特朗普大厦位于纽约迈哈顿第五大道 共58层 是总统特朗普的私人住宅和商业总部 纽约市一项新的法律 将于5月17日正式生效 这一新法案为向特朗普大厦这样的大型建筑 设定了温室气体排放标准 白思豪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称 这些建筑是纽约市70%温室气体的罪魁祸首 不过据路透社报道称 目前白思豪仅将特朗普大厦设立为潜在 但纽约有8栋特朗普名下建筑为达到刑法设定的排放标准 这些建筑每年排放约27000吨温室气体 相当于5800辆汽车的排放量 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为美国航天局2020财年的预算追加16亿美元 以加速实现重返月球的计划 特朗普在推特发文说 会为美国航天局追加16亿美元的预算 让美国航天局再创辉煌 重返定月球然后去火星 美国航天局之前提交的2020财年预算 请求总额为210亿美元 其中超过半数将用于空间探索 到4月中旬又提交了更新版预算请求 要求再追加16亿美元 用于加速实现重返月球计划 美国今年迎来首次载人登月50周年 副总统彭斯3月底提出 5年内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 这一时间表比美航天局的原计划提前了4年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2020总统大选民主党参选阵营又填一人 摩德纳州州长布洛克宣布参选 民主党人布洛克在红州两次被选为州长 他对选民的吸引力不容小觑 民主党人布洛克将参选重点放在竞选财务改革上 并承诺重振美国的民主 他周二发布的参选视频中表示 需要在2020年击败唐纳德·特朗普 并战胜腐败体系 让竞选资金代表人民的声音 最终兑现人人公平的承诺 布洛克于2012年首次当选为蒙特纳州长 并于4年后竞选连任成功 同一年的总统大选中 特朗普在该州取得了超过20个百分点的优势 作为温和派民主党人 布洛克最近接纳了一些自由主义立场 包括支持突击武器禁令 同时在他的州内扩大了医疗补助计划 与此同时 他与共和党立法者合作以保护公共土地 美国两架观光水上飞机 13日在阿拉斯加州东南部的 凯齐砍镇相撞后坠毁 造成4名乘客和1名飞行人死亡 1人失踪 另有10人受伤 伤者目前情况稳定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调查员 预计14号下午抵达当地 对事故展开调查 两架试试飞机 共搭载了14名乘客和2名飞行员 这些游客从加拿大温哥华出发 参与为期7天的邮轮旅行 他们事发时分别乘坐 两架观光水上飞机 但飞机在凯齐砍镇的半空相撞 海岸警卫队派出直升机和船只 进行搜救行动 飞机相撞的原因目前尚未清楚 失事水上飞机所属的公司宣布 暂停运营 等待联邦调查员对事故进行调查 联邦当局破获一个移民 以假结婚获得身份的欺诈集团 执法人员13日在德州 逮捕了50个团伙成员 对共96名团伙成员提出206项控告 包括47项假结婚 50项邮件欺诈 51项移民欺诈 和51项伪造宣誓证件 他们办假结婚的收费为5万到7万美元 对假结婚欺诈案的调查 使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国土安全部调查部门的休斯顿分部 以及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的 休斯顿分支共同负责 移民局的负责人表示 婚姻欺诈是重罪 司法部声明说 这个犯罪集团从2013年8月开始 绕过美国的移民法通过办假结婚 帮助所谓的外国配偶来美 但因所有被控的集团成员 尚未全部抓捕归案 因此对他们的具体指控尚未对外公布 据移民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8年共有16万3千人入籍 这比前一年增加了55% 联邦机构表示 目前开放多个项目的网络申请 有超过100万人使用了公民及移民局网站提供的在线工具 和此前信函申请的不同的是 在线申请工具简化了办理和法律程序 通常减少移民在移民局申请事项的等待时间 例如申请入籍或绿卡等 移民局发言人表示 申请人通过在线申请 可以更自信地提供所需的信息和付款 并且不会因邮件或文书错误而延迟收到他们的案件 据移民局数据 在利用移民局提供的数字网络工具的百万移民中 61%的移民使用在线申请绿卡 37%的移民申请入籍 为加快订单处理速度 亚马逊正计划通过自动打包机器 逐步取代数千名员工 亚马逊现正考虑在几十个仓库中各安装两台机器 每代机器至少能取代24名员工 这意味着在美国55个仓库中将有1300多名员工失去工作 执行者说 每台机器成本为100万美元 外加操作费用 亚马逊预计将在两年内收回成本 与此同时 该电商巨头又宣布一项新计划 为员工提供高达1万美元的启动资金 鼓励他们辞职转航成为亚马逊送快递的承报商 根据该计划 司机将身着亚马逊制服 他们所开的面貌车车身也将印制亚马逊Prime标志 但该业务由司机们自己所有 并与亚马逊的合作商签约 该计划自去年6月首次亮相以来 已发展出200家物流业务 目前正与美国超过190万家小企业合作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详细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